崩了,深圳楼市彻底崩了,房价连跌三年惨不忍睹,20万炒房客被套牢,买房十年巨亏2000万,整个楼市一片哀嚎,再也不敢买房了。 前不久,深圳市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的深圳房价数据,根据这个数据我们看到,深圳的二手房房价在12月同比下跌了17.3%。 如果我们拿2020年的房价作为基础来进行对比的话,如今深圳的房价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涨,这样看来,现在深圳的房价直接跌回了三年前。 而对于那些在2020年房价高点时买入的人来说,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损失惨重。 如果买到那种倒挂新房的楼盘,尚且还能保本,但如果是买到了那些高价二手房的人,首付都有可能要亏完。 从公布的各种数据无疑不再表明,如今的深圳楼市已全面进入下降阶段,并且这还不是个别楼盘,个别现象,而是整个楼市的普遍现象,同时也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。 有房产中介公司的统计数据称,深圳关内新盘开盘已比去年年底下降一万元左右,一般开盘价为25000以下。 比如,位于南山华侨城的首地荣誉,以均价约为22000至24000元每平方米入市。 而位于福田新州的中城天意花园,则以均价约22000元每平方米入市。 12月20日开盘的诺德国际居住区才15000元,客价房甚至才11980元,按揭97折,一次性付款95折。 位于南山区深南大道与前海路交汇处的海岸卡夫诺,均价13000至16000元每平米。 不仅如此,在关内海京县万元房,位于盐田区盐田港后方的中海半山西谷,更是跌至9000至18000元每平方米。 这是楼市最疯狂时期所无法想象的。 在深圳,你也许听过太多关于房子暴富的神话,但很少在媒体当中听到因为在深圳买房而亏钱的。 但是,照目前的情况看来,在深圳买房暴富的神话正在不断破灭。 不久前在社交媒体上爆出一则消息称,有人在深圳买房不但没赚钱,反而巨亏了2000万,让人唏嘘不已。 据悉,一位来自深圳的一位业主在网上说道,在深圳买房,别人赚不赚我不知道,反正自己一位在深圳买房长达十年之久,却亏了2000万,创造了深圳的另外一个奇迹。 估计,这位业主在夏天都可以不用开空调了,因为看到了如此的结局,一股悲凉便会油然而生。 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张2010年上半年深圳部分豪宅的价格表。 看到这张图,真让人不禁感慨一句,造化也太弄人了吧。 十年前的豪宅,当初深圳南山还是3至4万美平米的价格,而盐田的东部华侨城天路却独领风骚,均价奔上了13万美平米。 如今,像南山的宝能,太古城,军汇新天,三乡海上,半岛城邦这些更是跨入了20万的行列。 在早期买入的业主,房价已经翻了5倍多,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而离场。 而华侨城天路,一度成为深圳楼市投资界的反面教材,原地踏步,十年如一日。 天路扒居于2010年开盘,当时均价13万平,当年买这个盘的人,非贵即富。 该楼盘背山灭海,独享海景,中空高挑高客厅,上下6层,买两层送三层,容积率仅0.12%,还有71.5%的超高绿化率,环境相当宜具。 买到这种房子的人,做梦都会笑醒。 然而,等到要卖了的时候,万万没想到,别说本金回来不了,甚至还要亏本2000万出售。 买这里到底有多亏,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。 原价3860万,如果首付三成,贷款期乘2700万。 月供约13万,7年来总月供就1100万,还有汽税115万。 折价1000万出售,其他税费和交易用金不算,光这里就已经亏了2215万。 那么这个曾经连续获得中国十大豪宅的华侨城天路,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如今这样子的呢? 在12年前,很多人其实对房产没有什么概念。 对海景、别墅和度假等充满诗情画意的概念,洗脑,丝毫没有考虑居住性和片区的成长,导致今天的局面。 整个小区共300套房源,现在山顶入住率只有15%左右,低区更少,仅10%左右。 别墅区内基本没有配套,这是最大的应商。 业主购物需要开车到山下5公里外的梅沙片区,十分不方便。 可以说,规划远远没有追上当时的房价。 所以,天路对于一个年仅40岁的深圳来说,是一个脱离需求的伪豪宅。 一边是中心区的20万家的豪宅越来越豪,一边是买房7年,巨亏2215万。 这是无数远郊别墅的业主,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们,脱离城市繁华和居住便利性的房子没有价值,房子最终是用来住的。 不管怎么炒作,没有真实居住的刚性需求来兑现,价格就是炒作起来,泡沫破灭只是时间问题。 没有购买力支撑,只有感动了自己的小资情怀,买到就是巨亏。 另一位同样来自深圳的购房者,因为选错标的,首付跌到只剩一半。 该业主买了一套位于深圳宇宙中心的房子,该楼盘是热门板块。 业主于2018年3月份买入,当时购买的价格383万。 现在挂盘价格355万,挂盘时间大半年了,到现在还没有卖掉。 这个房子定位就是刚需盘,小区也不错,按理说刚需盘应该是流通性很好的。 但是这一套房子挂盘很久都没有卖掉,还是在已经是业主严重亏本的情况下。 这一套房子业主买入的价格是383万,现在挂盘355万,差价就已经亏了28万,还有供楼利息和买房的税费及用金成本大几万。 如果这一套房子最近可以按355万成功出售,业主最少要亏55万,这是看得见的最低成本,可能还有没记录的成本。 没有选到领长板块的房子,如果可以等到大家房子补涨,那还很庆幸,起码没有亏。 但不幸运的是,他遇到了现在市场的漫长横盘期。 最后一看,当时选择了龙华的他一把20万首付跌没了一半,晚上天天睡不着觉。 而这样的选择,在深圳过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,每天都在发生。 如今的深圳楼市,不管是新房房价,还是二手房房价都在持续地下跌,跌幅也是越加的明显。 深圳楼市想要回暖,难度是比较大的。 毕竟深圳楼市调控一点放松的迹象都没有。 前段时间虽然有房产中介传出谣言,但最后大概率是假的, 因为在深圳关内楼盘开盘价相比最疯狂时动辄4万元以上的开盘价, 如今已降价万元以上,多测高达2万元。 现在深圳市场上,真正能涨的房子只有20%,随便买房赚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, 片区分化是常态,越是市场不好越是考验价值的时候。 以前只要是选对城市,笼统大小都会涨一涨。 现在你会发现,明明大家在同一个城市,却硬生生以为生活在两个世界。 你暴涨,我暴跌,同时存在。 以前选对好地段,大概率涨,还是绝对性领涨的那种。 结果千算万算,没搞清楚地段也是会变的。 以前的市区也可以变郊区,以前的关外可以变新区。 你不用发展的眼光换房子,发展中的城市就果断将你抛弃。 现在深圳楼市里面,最痛苦的人,就在2020年深圳房价高位时买入的人。 就算深圳房价后期能涨,这些人也是亏的。